第七十二集,你可是为韩光君所杀,听了兰西城的翻译,您是礼的其他人,不约而同地屏住了呼吸。 非也,当时夫人怀抱幼子身受重创,韩光君为了救我的夫人和儿子,用自己的身体,呈下了妖兽的致命一击。 我看着满地的尸身,启动了尸邪兴阵,那妖兽手里握着韩光君的碧尘剑,困住游斗,为了给死去之人报仇,为了不让他再跑出去枪害无辜之人。 我赢下了碧尘的当兄一剑,用自己的心头血,献祭了邪阵,与妖兽同归于尽,秦弦物资震颤,久久不息。 在魏长泽的讲述中,众人仿佛看到了那个被血色染红的庭院,看到了那个魏家人,魏天下人一人赴死的家主。 阿爹,阿爹,魏无羡往前踉跄了几步,在招魂阵边缘停下,努力想要看清自家爹爹的样子。 然而,魂就是魂,无论魏无羡如何努力想要看清,魏长泽的身影,始终都是模模糊糊糊的一个轮廓。 魏英,蓝湛担心魏无羡脚上的伤势,闪身到他身边。 阿爹,我还活着,我还活着。 我被韩光君带回了云深不知处,大家都对我很好。 你看看我,你快看看我。 你和阿娘,在酒泉之下,可以安心了。 从小无父无母的孩子,对父母毫无印象,在蓝湛的宠爱下长大,也从来没有想过父母的具体形象。 如今,阿爹的影子,就那么直观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。 脑海中不断闪现,阿爹被一剑穿心的画面,泪水在不知不觉间就山然而下。 秦升再次想起,蓝湿沉将魏无羡的话,秦义给魏长泽去听。 我记得,韩光君命丧当场,要不然,碧尘也不会魏妖所用。 还好,上天垂帘,好人有好报。 姑苏兰是对魏家的大恩大德,长泽无以为报,若有来世,我魏长泽就是做牛做马也要节草先还。 阿爹,阿爹,既然是魂,就不能在招魂阵中逗留太久。 魏无羡眼睁睁地看着阿爹的身影,在自己眼前一点点变淡,最终如沉烟般散去。 师父,师父,我阿爹,我阿爹他。 窝在蓝湛怀里,魏无羡放声大哭,泪水打湿了袖有卷云纹的衣衫,心痛到无法呼吸,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爹的身形消失。 他什么也做不了,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,让他崩溃到失语。 若是,那只妖兽还活着,就算翻遍万水千山,他也一定会将妖兽找到,然后将其活活刮成一滩肉泥。 不仅如此,还要把他的魂罩回来,再刮上一次又一次,直到他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。 可是,阿爹已经与那妖兽同归于尽,他就是想为家人报仇,都不知该剑指何人。 南西尘眉头微醋,抬眼打亮着眼前的师徒二人,亡魂不可能说谎。 碧尘剑作为修真界赫赫有名的一品灵器,可以见随念传,只要主人一息尚存,就不会被别人所控,更别说是一只妖兽。 别想到弟弟刚刚醒来时,费寝望是不停找人的样子,乱吸尘心中,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预感。 要知道,自家弟弟性子清朗,从不与陌生人接触,他哪里来得如此重要的朋友? 难道,不可能,自家弟弟精通姑苏兰是剑法,问灵秘术,还有闲杀术,就算是有人趁机夺赦,也不可能这么多年毫无破绽。 也许,真的如魏长所所说,好人有好报,弟弟只是一时昏死了过去,一段时间之后又缓了过来。 但是,那个突然多出来的好友,又该如何解释? 招魂完毕,明示的大门自动打开,阳光泼地而入。 魏长涛神情呆滞地走出明示,他万万没想到,自己的滔天恨意,到头来成了一个笑话。 就连唯一的侄子,都不与自己亲近。 兰奇人忙着安慰魏无羡,等他回过神来,才发现魏长涛已经不知所踪,连忙追了出去。 师父,刚才忘了告诉阿爹,我们两个的事。 儿子都要结婚了,总要告诉他老人家一声。 心里的痛楚和憋门发泄得差不多之后,魏无羡又想起另外一件大事。 嗯,改天,我陪你前去给扫墓祭奠。 好,三人一起离开明示,金色的阳光,把两个人的背影拖得很长很长。 别问为什么三个人两个背影? 因为,魏小少爷被他师父抱在怀中。 哎,你干嘛? 大老远地来看我,心里糊涂骂了我一顿,如今真相大白,就打算不辞而别啊。 师父二人回到静视,就看到魏长涛背着他的包裹。 正打算按人离去。